大家好,我们是新加坡瑞兴创意华文中心,我是宋老师。 今天,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。 故事的名字叫做《小芝芝和梦医生》。 医生 小老鼠芝芝病了,鼠妈妈忙把小芝芝送到猫医生那儿去看病。 病了 病了 忙 忙 送 看病 小老鼠芝芝病了。 鼠妈妈忙把小芝芝送到猫医生那儿去看病。 哈 哈 一只又白又胖的小老鼠。 猫医生馋得直流口水。 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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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焯 烫 碰 碳 碳 潺 潺 潺 流口水 流口水 它,一只又白又胖的小老鼠 猫一声馋得直流口水 可是,芝芝有病 吃了多不卫生呀 得给它治好了病再吃 卫生 卫生 得 可是,芝芝有病 吃了多不卫生呀 得给它治好了病再吃 小芝芝的病好了 它拿着妈妈给它的大苹果 送给猫一声 拿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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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苹果 苹果 小芝芝的病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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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拿着妈妈给它的大苹果 送给猫一声 猫一声 猫一声说 我不爱吃苹果 芝芝问 那您爱吃什么呀 猫一声说 我爱吃 吃香蕉 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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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问 问 问 猫一声说 我不爱吃苹果 猫一声 猫一声说 我爱吃 吃香蕉 猫一声说 猫一声说 我不爱吃香蕉 我爱 爱吃你 香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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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芝芝就拿来 妈妈给她的 大香蕉 猫一声说 我不爱吃香蕉 我爱 爱吃你 猫一声说 猫一声说 猫一声说着 搜的一下 扑了过去 一把抓住 小芝芝 扑 扑 抓住 抓住 猫一声说着 搜的一下 扑了过去 一把抓住 小芝芝 猫一声 心想 多可爱的小芝芝呀 我怎么能吃它呢 心想 心想 可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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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能 怎么能 猫一声心想 多可爱的小芝芝呀 我怎么能吃它呢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分享 并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听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吗 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的世界吧 晚安 祝你们做个美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